歡迎大家收看 養生好料理 我是鈺發 今天要介紹這道料理 就是可以解決很多媽媽的心頭恨 恨什麼呢 很多小孩 苦苦嫂 咳不停 咳不好怎麼辦 又捨不得她吃西藥 所以今天要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大師傅 郭師傅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郭主義 人稱郭主義的郭主義 曾獲得十神爭霸賽的金牌 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金牌主廚 他先怕豬爽 總部有才怕煮豆 怕我們來中午就來煮這道 豬 豬爽的 不錯 所以我們今天做這道料理 就是讓媽媽好好的學習 對 不要小孩子一咳嗽 我們就讓他吃藥 沒有錯 從平常的食譜裡面 就可以調整他的體局 對 平常就可以補充了 郭師傅今天要帶來這道料理 就叫做 杏香軟梨中 今天的杏香軟梨中 所需的食材有 梨子三顆 蝦仁八十克 絞肉三百克 香筋三朵 蔥末二十克 薑末二十公克 枸杞十公克 米酒 胡椒粉 香油 玉米粉一匙 蛋清兩粒 甘杏仁三十公克 以上就是杏香軟梨中 所需的食材了 開始我看你的水泥的料理法 很有意思耶 其實我們水泥買回的時候 就把它底部砌掉 好 上面砌一個殼 上面當一個蓋子 然後裡面的肉把它挖掉 肉不要嗎 肉挖掉 我們還可以邊挖邊吃 滿有意思的 好 現在我們開始來料理了 我們的香菇拿起來 泡水泡軟了之後 就把它切成末狀 再來我們這個蝦仁 為了讓它產生有一點鮮度在 來 不用怕 不會噴 是剁蝦泥嗎 對 好 所以人家說那個 從自古以來都說水泥可以潤沸 對 製殼 先把蝦子剁成蝦米 對 來 再來我們現在角度滿輝 所以滿輝它有剁過對不對 對 但是還是要把它剁細一點 好 那今天我們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來 一點鹽巴 有一點鹹的部分 來 在我們這邊再加一點醬油 你用的是黑豆芋耶 對 來 現在直接把它加一點進來 好 再來我們去腥味 一定要加米酒 米酒 對 米酒一匙 兩匙進來 還有薑末 薑末整個加進來 還有蒜末 不是 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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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加蒜末 蒜末加上去會太太重 太重口味 真的 對,一定不要再加蒜末了 好不好 好,再來這個 胡椒粉 再來這邊還有蛋白 好 蛋白我們先這邊 大概有兩個蛋白 我們先加一個進來看看 不要一致性加太多 是為了要增加黏性是不是 對,沒有錯 好 蛋白的功能在這裡 對 好,先把它調一下 這有點感覺 有點像做圓 拱圓 沒有錯 沒有錯 蝦仁王 對 好,再來這邊我們還有 一米粉 我們來產生黏性 對,是產生黏性 但是用一米粉蒸起來的話 它的肉會比較軟一點 真的 你用太白粉的話 它的肉會比較硬一點 差別在這裡 對 再來香油 好 再給它進來一點點 來,那個味道 好 好,那現在 漂亮 就是我們餡料已經好了 你要塞進那個水梨裡面嗎 沒有錯 沒有錯 我可以幫忙 好,來,一個給你 好,那我也來幫忙 好,來 你一個,我一個,來 現在 就直接把它裝進來就好了 其實裝進來的話 非常的簡單 塞滿嗎 對,塞滿就可以了 很多人不是都 裡面都加什麼 壁脂 買的 那只是增加它的口感性而已 剛剛我們已經有加了什麼 我們蝦仁也一樣會提鮮味 還有一顆顆粒狀 好 那現在我們 玉米粉 等一下它蒸出來會有一點風 我們現在就把它打平就可以了 再來呢 我們準備在家裡 你也可以用一個粽 用一個小粽小粽裝 我們今天用這個燜燒鍋來做 好 來,再來呢 現在我們裡面加點水進來 鍋子裡面先放一點水 內鍋放一點水 我們這邊還要湯 這湯可以喝的 做一個湯可以喝的 做湯也可以喝 對,那水呢 把它加進來 來 今天我們是用壓力鍋來做對不對 對,壓力鍋 好 再來呢 現在放好了對不對 我們這邊還有杏仁片 因為杏仁片它可以化碳 化碳 潤 而且它對這個咳嗽非常有幫助 對 對,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 對 還有呢,我們增加一點 甘肚 我們這邊有枸杞 那整個也把它放進來 我們有枸杞 吃到雞肉粽也很好 對啊,要常常吃這個 對 還有,再來呢 我們再加一點鹽巴進來 還是要加一點鹽巴的 調味一下 對,調味 來,鹽巴我們 調味我們的量就好了 好 再來呢,我們就直接 很簡單對不對 直接 再把它蓋上 把它弄進來 弄進來,我們這邊呢 可以當一個蒸籠 我剛才叫整個水梨放在湯裡面 沒有 其實在家裡面 可以用小碗 放到湯裡面也可以 今天我們把它分開 等一下我們這個比較好拿起來 你看我們的水梨呢 它裡面包括那個什麼 鈣、鈣、這些都 對,鈣、B群都有 好,現在已經放好之後呢 就把它放到我們這邊壓力鍋來 放在壓力鍋裡面 對,放進來 蓋子對不對 有 好,蓋子 好,現在這個壓力鍋 真的很好用耶 讓你表現一下好了,來 可以嗎 外公老師 對 這絕對不會難倒我 不錯 我真的覺得你們平常 我在你的眼中 到底是什麼樣的 我只不過是做一個小小的動作 你們就這樣歡天喜地 這樣大家會覺得我是一個 不是生產什麼事都不做的媽媽 一定是這樣子都不做的啊 但是你今天做一個小小的動作 這讓我們非常的驚奇 對不對 朋友啊,對不對 是吧 媽媽也是有做菜 你看現在壓力鍋設計得多好 對不對 這壓力鍋是目前零件最少 全世界最好的壓力鍋 好了,我們現在要開火才會熟 好,要開火 要開火 就媽媽什麼都會做忘記開火了 來,現在我們開火開好了以後呢 要大一點,好,來 開火之後呢 等它這邊這個針呢 跳起來大概兩個的時候呢 我們開始算15分鐘 好 好不好 蒸大概15分鐘然後再關小火 對 好,我們在等待的時候 來做下一道料理 好 這道料理叫做 雙人舞梨 今天的雙人舞梨所需的食材有 水梨一顆 蝦仁三百克 太白粉水 蔬子一百克 薑片二十克 蔥段五十克 酒釀 米酒 香油 以上就是雙人舞梨所需的食材了 來,現在把它切成 切粒狀 好 來,粒狀 現在我們蝦仁回來的時候 因為大隻 我們給它稍微剖一下 剖一下背 然後等一下比較好熟一點 這邊我們再燒一下開水 好,那現在開了 來,我們現在 我們直接給它進來了 對 而且它只要一下子它就燙熟了 對 我們先把它燙熟一下 顏色變很漂亮 對,顏色變很漂亮 好啊 對,好,來 那現在整個 撈起來 就這樣撈起來 還滿好用的 滿好用的 你看這個可以滴湯啊 好,那麼我們下一點油進來 好 好 我們就開始來爆香 先爆香 爆香薑 薑我們先給它進來 擦材要注意喔 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薑一定要先下 好 你不要兩樣通通下 因為薑的它的爆香點 比較不一樣 對不對 比較慢,難散發出來 那現在呢 所以要先下去弄久一點 一定要先下去 再來呢 現在聞到有一點味道對不對 對 我們再來下蔥 你這個蔥 對 大蔥耶 對,這個比較粗一點 再來呢 香味出來對不對 對 再把我們蝦仁先把它倒進來 再加水 那我不可以在這個時候炒蝦子嗎 蝦子一定要先燙過 先燙過 不然那個腥味會太重 這樣子喔 對,腥味太重 對,是訣竅喔 媽媽要注意 對 海鮮都先燙過 再去炒 比較沒有腥味 對,我們先關小一點 我們來加調味料 調味料這邊呢 我們加一點 這是什麼 裡面你還是很喜歡吃的 酒釀嗎 酒釀,對 今天它的香味 這有點酸甜…的香 對… 好,再來呢 這邊還有米酒 同樣要加一點米酒進來 煮米酒 鹽巴還是要加一點 讓它產生有一個鹹的部分 你看一點鹽巴的話 它作用就滿大 它整個味道就會提出來 好,現在我們稍微給它燒滾一下 讓它整個味道綜合起來 好,來 好,現在呢 把味道把它燒煮入味 來,現在呢 我們就把水泥呢 現在就直接把它割進來了 起鍋前才割水泥 對…不要太早… 不要太早放 因為呢 我們這個水泥它是甜的 你燒久了它會 自然會產生酸味出來 我們最主要是把水泥的香味 把它煮出來 所以如果水泥炒一下 有一點酸味 就剛好跟酒釀的酸 差不多融化起來 對… 像我們煮酒洋蛋有沒有 它那有一點… 對,甜味還有香味那個… 這女生會喜歡這種酸味 對 熊熊一看不知道那是水泥 以為那個是煮水 對,沒有錯 好,那現在呢 我們已經燒… 味道已經出來了對不對 讓我們這邊呢 還有太白粉水 再整個來,就像這樣子 把它加一點進來 帶一點點紅芡就好了 對,但是芡粉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對,再來呢 我們香油 現在直接給它進來 滴兩、三滴進來,來 這樣子 一香就好了 對,那現在已經完成了 這樣有簡單嗎 有耶 對,很簡單 來,到我們的盤子裡面來 所以這個時候一樣保… 因為烹調的時間很短 所以水泥的口感還保持 還是在…對不對 對 但是這個滿出人意料的是 它也是酸…酸香的一道料理 其實它的味道是滿清淡的 它最主要那個酒量呢 它的香味呢 最主要散發那個酒香味 對 好,再來呢 我們這個松子 直接呢,就這樣把它撒進來 因為松子呢 對我們咳嗽方面也非常有好 也很有幫助,對… 杏仁松子都很有幫助 很簡單吧 好,馬上就完成了這一道 我們郭師傅帶來的 雙人舞梨 哇,看郭師傅 這樣就完成了美味又健康的 雙人舞梨 您師傅也想嘗試做得看呢 別急… 還有一道杏香軟梨中等著您喔 現在15分鐘到了 對,可以打開了 然後我們卸完藥了 注意喔,整個卸氣呢 整個要通通把它卸掉 卸掉以後 對,等一下你往這邊翻 往外翻 如果往外翻 如果往外翻 蒸氣會蒸到自己 對不對 好,那現在我們拿起來 塞耶,你都不怕燙 來 小朋友不要學 小朋友不要學 哥哥有練過的 哥哥有練過的 叔叔真的有練過的 好,哥哥… 好,再來呢 現在直接呢 我們整個把它拿起來 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個皮有一點 裂掉沒關係 藝術品啊 對 不規則的紋路耶 自然的 自然的美 好,這個還有一道湯 裡面還有湯品 還有湯 好香喔 那整個非常的 聞聞看那個香味 那個顏色真的感覺好營養喔 你聞聞看 甜甜的耶 枸杞的那個味道 真的,來 那竹哥把它淋到裡面來 太完美了吧,媽媽 媽媽們,你要是會做這一道菜 真的可以 可以開廚師 可以當廚師 開餐廳 還好啦 不行啦 因為這一道太簡單了 但是簡單呢 這還太簡單了 它簡單又好吃,講真的 因為很多東西 就越簡單的東西 你要呈現越好吃的話 那更不簡單 而且我們從這個食物裡面 還有得到療效 對,沒有錯 所以我是對小朋友酷酷掃 大人酷酷掃 老人家酷酷掃都有幫助 對,沒有錯 好,我們多師傅為您帶來的 杏香軟梨粥 這就是狗水塞為您介紹 能此刻化痰的杏香軟梨粥 現在就讓玉芳來為您品嘗品嘗 好,完成了 你跟人家都說衣食同源對不對 對 你吃什麼就補什麼 當然 所以我們可以 如果人家也要抵抄的時候 這兩道菜應該 小孩跟老人家都很適合 通通可以吃了 而且它裡面的食材 都對我們咳嗽方面 化痰方面 都非常有幫助的 對,還提供了一種 新的創意料理的方法 當然 好,那趕快來試試看 第一道這個 杏香軟梨粥 太好吃了吧 軟甜都出來了 我感覺不到我是在吃水果 是 這感覺是一種甜甜的瓜 因為它口感還很好 我以為它就是會軟軟的 其實它還滿有脆感的 還滿有口感的 對 而且那個甜度變得更純了 對,你來吃一塊肉看看 我要吃一塊肉 好香喔 醬油的那種黑豆的那種香味 對 很明顯 對 鹹香鹹香的 重點是那個湯對不對 加了枸杞跟杏仁 太滋補了 對 好,趕快來試試這一道 雙人五梨對不對 對 因為很特別是它加了酒釀 對 然後這個梨子是用炒的 對 最重要是我們梨子呢 我們用炒的方面的話 它整個清爽度 還有那個整個功效方面 加上我們蝦的那個鮮甜味 再配合出來 來 來試試看 那太棒了 今天我們學到了 製咳嗽最好的兩道料理 媽媽趕快試一試喔 今天要謝謝我們的郭師傅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見囉 再多吃